668题 问题问的是以下哪一项能最合逻辑的去填补好整个的文章啊 这样的考题呢主要是要把文章看清楚啊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转化成一个加强题或者学习题来做啊 咱们看文章 文章呢说在国家RX的出口商 现在正在面临的是收入的下降 为什么呢 状态啊 是由于呢 他们整体的这些大的金属的container在减少 意思应该就是说那集装箱呗 集装箱减少 那他们是需要通过这些集装箱啊 来去把他们的货物或者商品送到海外去的啊 后面呢是说 这个很少有这个集装箱啊 现在由于进口减少啊 能到这个container X了 就是意思是说集装箱很少的意思呗 那这个事呢 其实表示的就是他们会丢订单 同时会有一个什么很高的延迟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意思说呢 所有这些问题啊都是很花钱的问题 更多的是 那这些出口商的收入啊 他呢在未来很近的未来也可能会继续下降 说这是因为什么呢 一部分是因为呢 其他的国家他很有可能会发现 呃他们像X出口商品啊 或者货物是更不赚钱的了 后面又因为什么 也就是说他需要你填这个空 是要解释这个事 就是凭什么这些出口商的收入会进一步的下降 这个意思啊 所以哪个选项能给出我他们会在未来进一步下降的原理 他就可以考虑啊 咱们看选项 选项A呢是说 呃这些container啊 这些的一个生产啊 他呢为了回应这个所谓的降低或者短缺而会增长的很快 意思就是说呢 containerX自己做了很多集装箱 来应对他现在的这个进口的集装箱减少的问题 这个选项啊 很明显跟他答案是反的 对吧 因为呢 他让你解释为什么会继续下降 如果说containerX能自己做一些集装箱 那会使得他们整个出口出口会变得更顺畅呗 有更多相能出口了嘛 所以会使得这个出口商的收入啊 应该会升高才对 不会降低啊 所以A选项肯定是一个捣乱啊 肯定不对 咱们再看B B呢 说这些运输公司啊 他们愿意去移动一个container啊 那么只有当仅当这个container 就这个集装箱是满的时候 你想啊 如果说这些所谓的公司啊 他们的只有当集装箱满了 我才能开始运货的话 这个时候啊 因为你会发现 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发现 他们出口货物到X变得更不赚钱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假设这些所谓的运输商还不满 就不运 那这个时候等于会使得container X 他进口道的集装箱就会更少 因为本身很多人发现我就不想送东西了 同时呢 我东西很少了嘛 那如果不满再不送 那不就更糟糕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选项相当于补全了整个的原理啊 就是因为别的国家发现出口不赚钱 到你这个S国家不赚钱 另外呢 你这帮出口的这个运营商们又不满不运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集装箱就会进一步减少 所以进一步的收入会降低 所以B呢肯定可以考虑啊 再看C C的意思呢 是说那些平T的东西啊 他们呢在未来整个成本是稳定的 这个选项其实跟我们讲 为什么会在未来会继续降低 没有什么关系 原因是因为这些成本稳定 它最多是成本不变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跟我们整个的未来会不会收入啊 继续降低是没关的 所以C不对 再看4D啊 D呢是说国家X的顾客 他们现在买了更多的产品 这个是属于国内内销的问题 但是这个整个文章讲的是出口上的收入 他们是靠出口为活 对吧 所以国内怎么没关 所以D肯定不对 再看5E啊 5E呢是说整体的需求在长期下降之后 又有了一些回升 需求提高没有用吗 对不对 因为我是现在是缺箱子 所以运不出去 你需求再高 我还是没有多能运出去嘛 因为我没有这个箱子 我运不走 对不对 所以E选项 跟它这个整个的出口上的收入啊 也是没有关系的 尤其是在箱子短缺情况下 所以E不对 答案是RB选项 这三个人 我应该是有关系的